10月18日点,何炯虽然出道多年,主持经验丰富,但早期,他与金龟子、董浩等一起主持儿童节目被视为经典,当日他晒出与二人合影,更留言称,有些美好值得一直留住,20年前还是学生时结下的情缘,今天五色金龟子公益出发又像剧,金龟子一直在我们身边,结, 谢谢你的爱,照片中,何炯与金龟子拥抱,更与董浩一起合影,对此有网友留言称,何老师还是和以前一样年轻,请时光停留吧,那些美好的瞬间,金龟子也是我们小时候的记忆呀,从80后到00后,金龟子伴随着无数人的童年一同成长,堪称国民小伙伴,最为人称奇的是,刘纯燕竟能二十年如一日的在舞台驾驭金龟子一决,表演活灵活现,童真不检当年, 10月18日点,何炯虽然出道多年,主持经验丰富,但早期,他与金龟子,董浩等一起主持儿童节目,被视为经典,当日他晒出与二人合影,更留言称,有些美好值得一直留住,20年前还是学生时结下的情缘,今天五色金龟子公益出发又像剧, 金龟子一直在我们身边,姐,谢谢你的爱,照片中,何炯与金龟子拥抱,更与董浩一起合影,对此,有网友林源称,何老师还是和以前一样年轻,请时光停留吧,那些美好的瞬间,金龟子也是我们小时候的记忆呀, 从80后到00后,金龟子伴随着无数人的童年一同成长,堪称国民小伙伴,最为人称奇的是,刘纯彦竟能20年如一日的,在舞台驾驭金龟子一决,表演火灵火线,童真不检当年 字幕补装